來看一下怎麼樣做所謂的管理的部分 那麼管理的部分呢 剛剛有進去的就是你找那個齒輪 然後你找到管理協作平台 如果說萬一你的名稱要改 你可以從這邊直接改 直接修正 還有我們剛好看到 就是如果萬一你要改變那個權限 一樣可以從這裡有一個共用跟權限這裡 比如說我要邀請別的 那或者說我們同學啦 我們一起來做這個專題 你也可以把你其他的同學把它邀請進來 那他就可以就是可以直接用了齁 好 那麼我們先看一下那個畫面好了 來在這邊齁 好右上角這裡管理 有沒有協作平台的名稱 網站的通知這個還好 這個是第一次進來的時候才會有的齁 好往下走往下走 有一個共用跟權限在這裡 你可以把別人加進來 好別人加進來齁 那你就從這邊 那看他的權限是屬於可以編輯來 是只能看的 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選擇齁 好 那你只要把這個連結給他也可以 反正就等於說是做一個邀請就對了 好做一個邀請 好那這是最單純的名作管理的部分 那我們進來之後 看起來好空曠對不對 所以呢 要做什麼事情 第一件事情 如果你覺得就是我選了這個主題就OK了 大概就不用改了 就負責專心做內容就好了 那內容的部分呢 我們先來看 你看 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建立頁面 可是其實他預設進來就有一個叫做首頁了 有沒有 有一個首頁齁 所以這個首頁如果要編輯就直接按一下編輯 它會幫你產生一個編輯器 有沒有覺得看起來還蠻熟悉的 因為Email常常就是這個店面嘛 對啊 真的啊 感覺起來很陽春對不對 一點都沒有很想用嘛 但是呢 你先看一看這裡 你看插入的時候有沒有很多功能 對不對 表格 表格這裡也有 欸 很熟悉吧 然後呢 配置 我問一下各位 請問這個你在哪裡曾經看過 部落格 部落格 喔 還好 Word嘛對不對 Word沒有一欄兩欄 有齁 就是這樣子啊 只是大部分我們網頁上比較常看到 是一欄的比較多啦 但是如果您的文件有需要就是跨欄的部分 也可以在這邊直接就選好 就直接選好 所以呢 您可以在裡面呢 就可以插入自己想要的 比如說如果說 我這邊齁 我是有幾個 像 我們在這裡的話 這裡齁 比如說像我這邊有沒有 假設我的架構 像這個是一個網站的架構 欸我已經先想好了 我可以先把這些網頁先建置 就是等於標題先建置好 但是我內容現在不用做沒關係 現在不用做沒關係 像我在這邊首頁 比如說第一個進來首頁對不對 那可能我就會有相關的圖片啊 之類的 那在這裡 我找一下我的資料 應該 好這裡 我有一些 這個 好這裡有一個專題的 好 各位這邊電腦太快 我本來想先暫停一下 反正要打開一點時間 呵呵呵 平常我都會暫停啊 呵呵 好OK 那我就進到這邊來 比如說 喔這邊我可能就是把 這個地方 我就把它複製起來了 複製 那我們就拿到這邊來貼上囉 就直接貼上 有沒有 格式還是會過來嘛 但是如果你不要格式過來 應該知道用純文字貼上 這樣子就OK 自己再來這邊設格式 那你看這個地方 正常 不用找他 找這裡 不覺得看了這個也很熟悉嗎 標題1234啊 對吧 所以其實進來之後 老實講 這裡應該不是我要教你的 因為各位都學過我的 所以好像太簡單了 有沒有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設定一下說 欸你覺得這個格式要哪一個 好 要不要置中 隨便你 插入圖片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對不對 OK啦齁 記得如果做完了 請按一下右上角 有沒有一個儲存 不要很高興就直接掰掰了齁 儲存 所以你進來之後 這邊就會有一個這樣的概念 好 這樣就一個頁面了 那這是第一種方法 也就是說 欸我就是把這個當作一個線上編輯器 那我在裡面去編輯資料 可是如果說 你不要這樣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因為你看我們Word有沒有準備好了 你怎麼那麼無聊 還要重新編排一次 這樣不是很好玩嗎 你覺得你是Word比較熟還是網頁比較熟 大部分應該是大家Word比較熟嘛 所以這個檔案可不可以直接丟上去 可以的啦 真的 你也可以這樣做 齁 你看喔 好 那丟上去呢 有兩 兩種方法 來我們就直接建一個新的頁面 好不好 從這邊齁 增加一個新的頁面 好 那 你建一個新的頁面的時候 比如說這是我的企劃書 好 好 那這邊呢 它可以讓你選擇 有沒有發現有幾種不一樣的網頁的版本 這個版本 跟主題不一樣齁 就是 預測就是網頁 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一種 網頁的部分 那另外呢 如果你是公告 什麼是公告 就是會有 類似像一則新聞 然後有標題有內容 然後再下一則 這種叫公告 這種叫公告齁 那 檔案櫃就更不用講 這就是我們的什麼 資料而已嘛 對不對 好像那個 等一下進去看就知道 這裡我們說明齁 好 那它會選擇說 你要放在哪裡 你要放在首頁的下面嗎 還是說你要放在根目錄 通常啦 其實我自己會比較在意這個架構 所謂的架構 就是像你們剛剛看到的 簡報裡面 有沒有這個架構 我會比較建議 就是說 我在建議頁面的時候 我就照這個架構去區分好 比如說這個 像我在下面這裡 這個網站架構 其實是放在網站規劃 這個單元之下的 那我就會先把網站規劃 這個頁面先建好 在它之下再把這個建立出來 那以後呢 我們在管理我們的所謂的頁面的時候 就相對比較好找 那如果你沒有照這個 其實也沒關係 只是你自己要知道就好了 所以 建立 好 我就放在最上層 以後還是可以改地方 你看 我現在有沒有多一個 叫企劃書 那這個內容呢 我們可以來自哪裡 來 你可以你看 插入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可以來自雲端硬碟 對不對 你就可以從這邊 那我現在呢 就進到我們的雲端硬碟裡面來 好 這裡 有雲端硬碟 就看各位你要放在哪裡 平常這個是我用在學校的 你看 我這邊用的是143G 如果你是一般的Google帳號 它是告訴你剩下多少空間 所以這個Kimochi不一樣吧 哈哈哈哈 你用多少跟剩下多少是不太一樣的 好 OK 那你可以像我就有個暫時分享的 好 我就把它 假設我把剛剛那個檔案 各位手邊如果有資料的也可以稍微 也可以丟進來沒關係 好 就放到這邊來 通常這個其實雲端硬碟在上傳 在校內應該還算蠻快的 不會太久 除非您的檔案真的很大 好 進去了 那麼 我們可以從這邊 只是呢 你進去之後稍微要注意一下 我把這個先打開一下 有沒有像這樣對不對 這個是屬於就是還沒有轉換成Google文件 我問一下各位 你有沒有轉換過Google文件 我們這樣傳上去比較像是隨身點的概念對不對 我就這個格式我就看而已 所以請問這裡可不可以改 它基本上就是在這種所謂的預覽狀態之下 其實是跟握的看應該是接近度應該是90%以上的 只是呢這個是只能看 只能看 那如果你要能夠改的話呢 你就必須要做一個轉換 來您看到齁 我剛剛在這邊 剛剛應該是下面 還沒進來 還沒進來 這裡 有沒有 你看這個圖示是這樣 我按右鍵 有沒有叫開啟工具 它就說我可以轉換成Google文件 你把它轉換成Google文件 你原始這個DOC的格式不會不見 它會變成一個新的 它會變成一個新的 你看我們把它按右鍵 這裡 好 那它進去的時候 如果你檔案比較大 它可能要轉換一點點時間 一點點時間齁 但是應該還好 好 進來了 有沒有大致上差不多 接近齁 但是我不能跟你講百分之都一樣 因為畢竟它格式上還並不是我的嘛 好 那如果你有這樣子的話 就沒問題囉 我傳上去而且有做的轉檔 那麼您現在看到這裡 你看企劃書 有沒有插入 雲端硬碟 我的Google文件 點一下 不小心有沒有看到它 選取 然後呢 你可以選擇你的高度是多高 寬度如果你不指定 就是會跟我們頁面一樣寬 頁面一樣寬 我把它設高一點好了 因為我們這邊螢幕比較大 好 OK 那這樣就進來了 你可以按右上角的儲存 請問有沒有在裡面 這樣不是很快嗎 你只不過是把你的文件 改成網頁的版本而已嘛 在網頁上是比較方便瀏覽 所以你要不要一夜夜再來做 我是沒有很想這樣做 因為你還在做一樣的事情 只是重新排版 不同媒體重新排版嘛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各位的Office 其實還是可以拿出來用的 OK 這樣雲端硬碟這邊 會不會上傳了 PowerPoint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齁 那我就把畫面先還給您囉 來你可以稍微試看看好不好 還記得剛剛怎麼做嗎 第一個很單純的 你可以修改我們的首頁嘛 首頁如果你要用它的線上編輯器 就直接用 這是一種方式 那通常線上編輯器我會用就是 臨時性的 或者說 比較屬於 我可能要做一些連結啦 那當然就是比較臨時 我就直接在裡面處理就好了 那如果說你本身就有文件的 我就會建立您可以搭配 雲端硬碟 記得如果是Office的檔案 假設您是 不是用讓它直接下載的 而是要在線上看 必須要轉換成Google文件 轉換成Google文件 包括Word你就變成 那個Word的 那PowerPoint Excel都可以轉 不過當然 檔案太大 有可能會轉不成功 這是有可能 那那個時候可能您就可以考慮 用附件的方式 好用附件的方式也是可以 我們補充一下就是 如果萬一你覺得說 我轉過去之後 啊格式好像會差很多 因為尤其如果您 比如說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 文字藝術師啊 有沒有 有一些它裡面那個 特殊的功能的 那你轉過去可能 那個會不見 那怎麼辦 你也可以這樣子 就是說 我假設如果我在這裡 我回到首頁好了 首頁 你看我們左手邊 有沒有發現 你增加一頁 它就自動幫你加一個 進來了 這是 一開始算是一個很不錯的功能 不過以後我都是關掉這個功能 因為太自動了 太自動了 因為我的階層不見到在那裡 您了解我意思嗎 好 好 假設我這首頁 按編輯 假設我就放進來 可是呢我就發現說 啊糟糕 這裡怎麼樣 這樣不行 那麼你看一下 啊糟糕 首頁這裡沒有 來我增加一個頁面 好了 增加一個網頁的頁面 好 比如說呢 我們剛剛看到的簡報裡面 我可能有就是 這個叫做 執行時間與流程 因為我們這個可能會有干特圖 對不對 可能會比較長 也許不太適合 就是在網頁上直接看到 好 沒有關係還好 雙手腕了嘛 這樣比較快 哈哈哈哈 好OK 那我就放在這裡 好建立 好 建立好之後呢 你會發現 除了這個內容 有沒有發現 請問部落格 100有沒有增加附件的功能 好像沒有對不對 可是 協助平台可以增加附件 好 你就可以從這邊 直接選擇你的檔案 不過要注意一下喔 因為 這裡 直接選擇的就傳上去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是屬於 100M的扣打 就是屬於100M那個空間的 所以我通常這個地方 我會比較 就是 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說 會不會佔太多 會不會佔太多 當然如果你 不太清楚說 到底你的空間 用了多少 你 從這裡 管理協作平台裡面 正常應該會看到 有一個就是 它有使用空間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用的 我現在用的是學校版本 所以這裡沒有使用空間 它告訴你 100M你用的多少 這樣子 好 你就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喔 所以我稍微補充一下 如果說 您覺得 我有需要用附件的方式 這個轉的我不喜歡 可以用PDF嗎 PDF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可以 你要上傳附件 什麼格式都沒關係 嗯 是轉換成Google文件的那種格式 可以PDF不可以轉 可以可以 所以你在PDF上面也可以直接看 就變成在上面直接看到這樣子